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冰家启 1973年12月10日出生 台湾女演员 有希拉雅人协同 从小学习芭蕾舞 曾任华航空姐 三年约满后离职 踏入演艺圈 进入演艺圈后演出许多戏剧作品 但始终不能闻名 最终在2007年于明示八点档连续剧 爱 誓言反派和小力 一脚儿开始展露头角 之后在八点档连续剧中每年都有作品 主要作品有 台湾灵异事件 据了解 冰家启出道20多年 掌棋耕本土剧 累积不少死忠粉丝 出道前冰家启市民空姐 但看过空男后决心辞职 便一头栽入演艺圈 之前冰家启接受 三立新闻网 专访提到自己家中有五个小孩要雇 三个毛小孩和两个老小孩 没想到冰家启前段时间却被抱接连收到噩耗 先是毛还是事 隔一天爸爸也离开了 让冰家启哀伤直呼 我到底还要多坚强 宠物不再只是宠物 他们已融入人类的生活 成为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都称他为毛小孩 姐妹亮起来 有几邀请 蒙宠奴来兵团 他们对毛小孩心疼有加 是为另一个家人 他们不但陪伴主人 而且还会对四主做出实质的奉献 冰家启表示 他的毛小孩简直就是 动物医生 陪伴师致母亲 让他病情有进展 冰家启分享他的狗狗是 动物医生 只要他出门工作 就会把狗儿带去陪伴师致的爸妈 因为发现对妈妈的病情很有帮助 狗狗到妈妈家 妈妈就会跟狗狗讲话 而且妈妈都会跟冰家启陈述 今天狗狗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又是怎么吵架啦 等 觉得妈妈整个人都开朗了起来 活力都回来了 为了要照顾三只小狗 妈妈也会多走动 也算让他运动到 所以宠物治疗真的有效 尤其对老人家很好 近日冰家启发文缅怀毛孩 心好痛 看到你的照片眼泪 还是止不住的掉下来 妈妈真的好想你 期盼你每晚来梦里见我 没想到这才隔一天 冰家启PO出和父亲手牵手的合照 哀痛的说 爸原本说要带您回家过年的 你怎么这么快就丢下我了 爸您一定要跟在佛祖身边 文莫也悲叹说 我到底还要多坚强 连续两天我最爱的都离我而去 冰家启一连接到两个噩耗 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不少演艺圈好友 网友也留言安慰 要冰家启节哀 而冰家启日前也分享说 为了扛起家计 对于自身感情已经趋于平淡 一个人比较自在 再找一个是要他要照顾你 还是你要照顾他 别人听到都吓死了 照顾我就要照顾全家 没有人敢啊 我不强求 我这快看得很淡了 曾经是空姐退役的艺人 冰家启除了拥有 让人称现烘焙好手意外 外表亮丽的他 虽在多情城市 终是眼归赴美林一角 让人气得牙痒痒 但出狱后的他重新改头换面 戏外的他其实非常孝顺 因为常年照顾家中失智父母 身高168公分的他不仅压力带到体重爆瘦到四字头 前一阵子常感觉心律不整 脊皮类常以为自己肝出问题 结果肝指数各方面都正常 却意外发现是甲状腺节节问题 让他担心不已 已安排全身健康检查 每天乐观正面过生活的兵家起 坦言喉咙其实没有感觉不舒服 经医生帮忙转诊新陈代谢科后 医生摸脖子后发觉不对劲 照过超音波后发现喉咙一边良性 一边是甲状腺节节 如果切片后是恶性就是甲状腺癌 目前就是三个月到半年检查一次 月底要再回诊看肿瘤是否有长大或是有其他变化 他也因为怕身体不是只有这出问题 已安排全身健检 检查身体其他部分是否健康 常年照顾失智长者的他 这一路走来相当辛苦 虽然有着狗儿子陪伴 身旁好友也都担心他不堪负荷 独自承受压力恐惠的忧郁症 但他总是客观面对 他说自己如果倒下 父母会没有依靠 他急着宗教信仰 吊示心情和排解压力 也会去看医疗书及研究如何照顾失智症患者 他认真的说 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情绪发泄 你就不会把他们的情绪往自己身上吞 很多人不懂 所以就会相对的把情绪丢给他们 就会越积越多 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了解失智症的病情 而照顾者也硬是时事压 做些自己兴趣的事情 像他自己就会利用深夜独自烘焙饼干 隔天一早看到他们吃得开心自己就很满足 而多年来一直保持好身材的他笑说 我饼干都做给别人吃 所以我不会胖啊 对于饮食方面 他表示喜欢的中海市轻食 觉得粗茶淡饭叫不会有负担 更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坦言前些阵子 身体亮红灯 担心有猛爆性肝炎而去做健康检查 结果却是喉咙出问题转到新陈代谢科 医生告诉他 喉咙一边长甲状腺 姐姐像是恶性肿瘤 他惊讶地说 怎么可能自己会没感觉呢 也因此让他连续三天心情都很低落 但后来自己豁然开朗 决定用乐观的心情来面对 而目前就是靠追踪等月底才知结果 在多情城市 饰演骄纵 个性强势千金的兵家企 在大爱戏剧 岁岁年年 终从年轻眼到老 戏中全是温柔 坚强的妈妈 他还分享 妈妈这个角色要随着年龄有不同的语调层次变化 年轻时说话的声音会比较高亢 中老年时就要渐渐低沉 他直呼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他表示未来其实也想试着挑战一些特别的角色 像是石荒老人 流浪汉等角色 而之前八点档 幸福来了 贵英反派一角就让他演得很过瘾 剧中有非常不同的角色变化 尤其疯人院的喜剧设定 让他们每天都在脑力激荡 需要想很多的新根传达给观众 直呼喜剧其实真的是比悲剧还难演 据悉这次冰家起在明市多情城市饰演贵妇杨美玲 视力行尽让不少观众看了傻眼 但在不少戏都演妈妈的她 其实抱持一辈子不婚不生 更为了照顾师致富 放弃许多 她说 如果两个人让生活过得更好 那很可以 若没有 一个人活得很开心 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 冰家起未出道前曾当过空姐 任职期间遭遇大远空难 面对同袍世事 她冲击太大 三年后就约满走人 她也是坚强孝女 几长父亲退后后失智 她一路照顾至今 她说 我爸妈都在 注意力都在两老身上 还有两指毛小孩要烦 结婚没有想这么多 四十多岁的她 努力追求满意的人生状态 她表示 女人还是要独立一点 而且一定要经济基础 自己有事业最重要 有些人结婚之后靠男人 金钱上全部依赖男人 就会让男人有你都是靠我自大感 但一发生事情 你什么都没有 自己有自信最重要 不过也有知情人士出来爆料说 冰家起之所以决定要不婚不育 是因为一个男人 对于这个男人 有的人猜测可能是爱而不得的人 有的人猜测可能是曾经伤害过他的男人 对此冰家起无奈回应 哪有那么狗血的剧情啦 是因为我爸爸啦 四十多岁的八点当女星冰家起 演出反派角色 让观众恨得牙痒痒 大家应该都不知道 她踏入演艺圈前 其实是一名空姐 但因为经历大圆空男留下阴影决定转行 更难想象的是 外表亮丽的她 至今单身 原来是为了照顾失智父亲 决定终身不婚 错过好多段姻缘 明示八点当 幸福来了 中 演出暗恋姐夫多年不择手段的小姨 冰家起的好演技 让许多观众恨得牙痒痒 而其实在她出道前 是个甜美空姐 原来冰家起的父亲是机师 所以她才去报考空服员 没想到入行就连碰三个空难 身心都承受巨大压力的冰家起 无法走出内心的痛苦 决定约满辞职转战戏剧 二十年来说也奇怪 演好人没大哄过 演了反派反到人气强强滚 即使演小三 反派时坏让观众超生气 但私下的冰家起可是有一手好厨艺 不只会做菜 连点心都很拿手 常让剧组 艺人好友称赞是标准 好媳妇 但她却因为想专心照顾爸爸坚持不婚 讲到自己生病的父亲 冰家起强忍住眼泪 坦言毕竟女人谁不希望有一个好归宿 却宁愿未尽孝耽误婚姻 相较于戏里的泼辣 现实中的冰家起让人感动 也呈现她有别于戏剧中感性 小女人的一面 实际上 冰家起在年轻的时候是有机会步入婚姻的 她当时有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结果被南方妈妈嫌弃家境不好工作环境复杂 要求她退圈做家庭主妇 冰家起不愿意 二人因此分手 后续冰家起还得知南方一家最终破产 生活很是凄惨 所以一直以来 冰家起都鼓励女生要学会独立 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经济基础和事业就都必不可少 提到很多女生婚后不赚钱 完全依靠男人 一旦婚姻出现问题 将一无所有 女孩子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自由和自己的精神世界 要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 活出自己的风采 虽然错失因缘 但是冰家起现在活得十分自由 也祝福她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